好 那既然阿關提到了日本 那我就來提到 這次美國通過了 跟日本通過了 到底哪裡不一樣 美國通過的第一家是軍火商 日本已經通過兩家 第一個當然是台積電 日本總共是撥了兩兆日圓 那通過兩家 第一個台積電 佔了三十五趴 七千億美元 七千億日圓 第二家是Rabbitus 各位觀眾可能對Rabbitus 比較陌生 因為他是日本國家 對 我們節目講過很多次 如果是我們的忠實觀眾朋友 就知道了 然後他的股東成分有重業 他的Rabbitus裡頭有Sony 我們的台積電也有Sony 對不對 Benso Benso也有重創 所以透過台積電 跟那個Rabbitus的客戶裡面 你會發覺 他主要是三類 工業用 汽車用 還有消費性用 這是日本撥款補助的兩個 那美國第一個補助的 軍火商 卻是國防用 軍火商 那我們來介紹 VAE這家公司 好 貝這家公司呢 我們過去比較熟悉的是 洛克希德馬丁 對 是波音 他是全世界排名第三大 對 全世界排名第三大 是那個是僅次於洛克希德馬丁 跟波音 是世界第三大 那他主要的客戶是英國 所以全英國的軍用的飛機 飛彈都是VAE這家公司包了 因為他本身是具有英國的背景 是全世界第三大 那他做的呢 就像剛剛講的飛機 飛彈 那他有沒有什麼讓人家 比較津津樂道的惡物戰爭 他在惡物戰爭裡面 有兩個會讓第一線的前線 津津樂道 第一個就是M777 榴彈炮 他的那個良率 所謂良率就是第一 他不會卡彈 第二不會膛炸 膛炸就是還沒發射出去 整个就爆炸了 所以这种妥善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这对前线部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当然是他的战车 他的战车销售得非常好 所以可见VAE他在俄乌战争立下了一些口碑 所以这次美国把VAE列为第一个 可能就是考量他过去在俄乌战争 有一些战功 同时他也跟美国的海军 签了一个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订单 帮美国海军做什么 做海麻雀飞弹 这个飞弹是要拦截超音速飞弹的 所以他跟美国海军的关系很好 跟美国国防单位的关系很好 所以这一次第一次 第一个单子下给了VAE 可见他在英国跟美国的关系 那第二他把这个晶片应用在哪里 很明显的他应用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无人机 第二个刚弹的F35先进战机 第三个是卫星 那阿关你看 不管是先进战机 卫星还是无人机 都要靠什么通讯晶片 要靠卫星来联络 那这个就需要先进制程 所以我相信他的考量 就是希望那个在美国本土 开发出一颗能够让 那个先进战机无人机 能够跟卫星连结的先进晶片 所以就先给钱 对先给钱 那我们来谈一下 像他看他无人机 有一个那个非常让人家 他的无人机好像蛮厉害的 他是用太阳能充电 对他是太阳能充电 所以白天是靠太阳能 晚上当然是靠太阳能电池 他高度多高 就在二十公里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大气层二十公里 就已经是平流程了 在平流程 你是无风无雨 所以你也相对的空气阻力 也比较小 所以他可以在平流程呆一整年 呆一整年 那在这一整年做什么事呢 他可以做通讯 可以做监测 可以做那个摇杆 就是远端感测 当然也可以做探测 那各位观众都知道 谈到通讯监测摇杆 那这不就是5G在做的事吗 这不就是低轨卫星在做的事吗 对所以VAE推出的这个无人机 它目的就是要代替低轨卫星 甚至中轨卫星 所以有人称它叫一个微卫星 就是微造的微卫星 为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 能够提供5G服务的 所以我们预期未来 它这个产品会热败 也因为这样 这是美国为什么考量VAE的主要原因